嗨,大家好,我是小勺 惠玲小姐姐去哪里了呢? 惠玲回到老家陪伴父母去了 小勺的元旦两天 第一天陪着孩子去乡下栽草莓 第二天,把比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天心州 在泥巴地里,萨尼地里开着沙滩摩托车 随地打滚翻转,玩了一下午 所以我们的周末时间都是用来陪伴孩子的 大家一定不要止气地做衣服 更多的时间啊,能来陪伴家,然后孩子 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 很多人呢,试信小勺问 哎,你这一小江峰的斩绳怎么有一点点不一样啊 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所以今天跟着小时候的镜头去学习一下 小勺身上穿的这件小向峰 它的绳要怎么样整 这个绳要不要剪开 这么大的一个绳,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从这个底下一直剪到上面 但是不要剪到这个头这里,不要剪断 你剪断其实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将这个绳合并 把这个粘起来啊 那么这个胸绳就转到底下了 底下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啊 给它修剪了之后 给它再做成 再缝合在一起 把它转到了这个枣和绳里面了 好 那么这个衣服它就非常的合体 合身了 就是这个地方剪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说就这样去缝合 然后做这个枪 它那个里面的枪就太厚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留一点点嘛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左右两边 不留一厘米 这个地方稍微留一个0.5啊 是不是 这样慢慢的下来 在这个腰这个地方的话 就慢慢的是一厘米嘛 底下下来对不对 一厘米的缝分 然后我们缝合的时候 从这个后面做这个绳的 按照这个 嗯 先机给它做下来 它这个地方不就收了一个 枣弧绳的嘛 就是这个腰绳对不对 对 并且这个胸绳是不是就转到这个里面了 是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通过我们转省之后的这件衣服 是多么多么的漂亮 因为有了省道的转移 这个胸部这个地方啊 它是立体的 而不是平面的 是吧 然后这个衣服上呢 我们又经过了装饰 采用了这种非常漂亮的金雕绒面料 整体搭配出来 大气 又比较的小女人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不光要学会做衣服 还要学会整体搭配 后面呢小容会继续给大家去讲 我身上的这一件 漂亮的打底衫 是怎么样做的 敬请期待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